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个是典型的标准的火形手掌 从手掌的形态来看 那么修长兼实根基 火形手掌的人是有做事业的基础 做事雷厉风行效率高 务实 这种人是非常 这个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 这个从手型来看 我们看这个希望纹 希望纹就是生命线开始的 起始的阶段 往食指方向延伸 往上走 我们说这一般好的纹路 比如说像感情线 智慧线 它分叉往上走 那都是好的纹路 像这种分叉往上走 这个希望纹往上走 这个就叫希望纹 就是这个 未来的事业道路会越走越顺 而且呢 同时呢 它又叫上升线 在职场上也是有望 晋升 这是一个 人往高处走嘛 所以说这个往上走的线呢 一般都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类似于眼睛一样的纹路 这个我们这图片当中没有 如果是说 有这个凤眼纹 这个其实跟姻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女人呢 嫁给一个好的老公 容易嫁到这个豪门 双手都有这种凤眼纹是最好的 当然这个左手是代表前半生 右手是代表后半生 双手都有 一生啊 这个姻缘都是非常不错 这是凤眼纹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这一期的内容啊 希望闻放眼闻和我们标准的这个火星手掌 好了 有关这个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